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今年很多水果盛产包括木瓜 包括香蕉 包括凤梨 那这一次有娇农的盘商很好心 直到说现在很多农民都血本无归 他愿意比一般收购价更高的价钱 来跟蛟农买香蕉 没有什么买了之后就被打了 请问为什么打他 而且谁打他呢 一般一来我们都听说有菜虫 看样子包括水果虫 鱼产虫 可能在台湾到处都是 请问这些虫字背背后 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 谁在把持相关的价格呢 再来看到艺人吴宗憲自己讲了 说他跟一个已经有20年交情的女歌手 两个是绝对翻脸不往来了 后来还说这个女歌手呢 之前开过演唱会 大家都猜应该是徐怀玉了 请问献哥跟徐怀玉的感情应该不错吧 在演艺圈那么多年了 到底为了什么两个反目成仇 而且是谁得罪谁呢 另外今天川金会登场 这两个也很妙 之前如果你记得的话 互骂两个人是老花灯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在川金会当中 两个人感情好的不得了 还共同签署文件还握手握了九次 请问国际的政治关系会不会演太大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一左一右 从走廊两侧走向对方 随后伸手护握了12秒 两人第一次见面都面带微笑 气氛相当融洽 川普还用左手拍了拍金正恩的手背 向金正恩问候说见到他真好 两人随后再次握手 并在口意陪同下走进室内 展开一对一会谈 随后两人又第三度握手 金正恩满脸笑容 气氛看来相当融洽 这不但是川金两人第一次见面 也是美朝领导人73年来的破冰之握 两人的一对一会谈大约45分钟后结束 美朝官员的工作扩大会议也随即展开 会议室内川普和金正恩又握了第四次手 白宫幕僚长凯莉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波顿也上了会议桌 另外被朝鲜方面 金正恩和亲信金英哲和李朱雍 以及外长李永浩和房长鲁光铁 也参与会谈 另外外界相当关注 金正恩的包妹金与正 这一次则是没有出现在会议室内 好了准备那么久 川金会上场 当然该要有的这个阵仗 该要做的细节全部都做到位了 不过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非常多的媒体 不相信金正恩 因为大家都认为金正恩没有那么容易 真的成立共同文件签署当中 写的完全去核化 长期观察的蔡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什么 外界都说是一个老欢 见到了那个火箭人 其实我觉得这次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 带着孙子在新加坡逛来逛去 一场和气 对 对逛那个大官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他们两个人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缓和 而且之前一直在骂金正恩的川普 这一次仿佛是金正恩的一个代言人 一直讲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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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帮金正恩来去 来帮他讲好话 这样子啊 对 所以我们来看到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画面 他们两个人见面 金正恩第一句话就说 这个好像是一个科幻片 为什么像个科幻片呢 因为金正恩长高了 金正恩目测大概是只有165公分 但是我们来看看这张的一个照片 看起来他跟190公分的一个川普 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可见他是垫了将近十几公分的一个鞋垫 他真的穿高跟鞋来 对他穿了高跟鞋来 而且这一次两个人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都穿着宽松的宽裤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 两个人体重都破百 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一次的一个 会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 那一开始见面的时候 川普先拍拍金正恩 然后感觉到气势要比什么 金正恩还强 然后金正恩也回拍他一下 两个人好像我们台湾选举一样 好像你被拍了 气势就会还一些 会碎掉 对 马上就什么 来回拍他 你拍我会拍你 对 而且这一次他们的一个会面的一个过程当中 川普不是讲过吗 就是说如果那个气氛不对 他一分钟就离开了 结果他们两个人谈了多久 谈了43分钟 两个人好像那个整个的一个氛围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好 而且会后他还一直讲 very good 就是整个氛围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好 好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川普还带着金正恩来去参观 他的凯迪拉克的坐车 野兽 防弹轿车 而且还一一跟他介绍 里面的一个设备 仿佛就是觉得就是说 我美国的一个科技 是远远比你那个 你的那台 那台Benz 那台列车 而且还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的这台野兽 不需要12个人在旁边跑 我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科技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缓和的一个氛围下 其实两个人是什么 是相互的一个较劲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一次的一个会面 其实川金会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大家都想到说 这一次应该是什么 川金带银 也就是应该带着文在银 文在银来多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没来 文在银没来 文在银为什么没来呢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川普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北韩来进行所谓的一个无和化 但是呢 文在银来的话是要谈什么 两汉之间要 两汉之间要来签所谓的一个和平的 停战的一个协议 那这个就会让他的一个无和化来施交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看到文在银并没有来 但是呢 文在银却怎么样你知道吗 他说他一整夜没睡 我睡得不好 我就是在看他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而且还有国会的一个立会 他呢 还是先把整个的过程看完 让整个国会的一个立会 延误了将近半个小时 就是说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那川普这一次不让他来 当然最重要就是要让谁 让金正恩来签下所谓无和化的一个承诺 有可能吗 签了有可能反悔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 之前川普不是还口口声声的说 这一次呢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北韩要什么 要有具体的一个承诺 达到他的一个三项的一个条件 完全的 不可逆的 可验证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无和化 但是这一次呢 川普只有说 他只是愿意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无和化 也就是说 他只有说而已 但是接下来要怎么做 他并没有说 所以在记者会上呢 大家都一直在挑战 问细节 对 都在挑战说 问你时间表 对 而且还问说 你凭什么答应他 有没有 你凭什么信任他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他 对 就是在讲这个信任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 仿佛川普已经化身为 成为一个金正恩的一个什么代言人 你知道川普怎么说吗 他说 一个只有二十多岁的一个年轻人 去统治一个将近三千万的 一个国家 你要知道他的一个压力有多大 必须要有非常强的一个能力 他一再的为什么 为金正恩来辩护 而且他说 我信任他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仿佛已经化身成为一个金正恩的一个代言人 然后还有人问说 那北韩过去有这么多反悔的经验 那为什么这次你会信任他 他说他从他的眼神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他的一个诚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一次川普 反复已经化身成为一个什么金正恩的一个代言人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其实川普呢 其实非常需要这个的一个舞台 为什么呢 川经会到底能不能达到他的一个无核化的一个目的 其实并不是这么重要 他最重要就是要利用这个川经会的这个舞台 川普要去证明说 他能够做到什么 过去的一个领导人所没有办法做的 我能够让金正恩坐下来 可以来跟我谈 而且来去缓和什么 整个的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情势 并立起地位 这个就是他的一大的一个攻击 而且不要忘了 今年年底还要进行所谓的一个其中选举 过去美国的一个历任总统 其中刚选上的总统 其中选举都是败选 他要利用这一次来提升他的一个民意支持度 他要来闯过什么 其中选举那一关 所以呢至于金正恩的一个无和跟弃和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承诺 究竟后面可不可信 这个也就不再重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整个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会谈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好像看起来大家都认为川普是一个赢家 表面上他好像是一个赢家 其实呢金正恩呢才是一个什么 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赢家 他只要出一张嘴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让美国来买单 这个何乐而不为呢 只要搭个飞机 然后到那个新加坡 他能就就能够什么 就能够满载而归 金正恩这一次呢 他提早来 而且来的还比川普还早 很重要的就是什么 昨天晚上 新加坡的官员 带着金正恩晚上九点 带着他来去什么 来去夜游新加坡的一个风景 而且呢 在夜游的一个 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金正恩呢 可能在晚宴当中有喝酒 既然心情非常非常的嗨 他既然是什么 跟那个新加坡的官员 玩起自拍来 而且呢 在金正恩呢 出现在新加坡的一个大街上 引起什么 新加坡的民众一阵骚动 大家都以为这个是 又是不是哪一个替身来了 他完全都不知道 这是金正恩的一个本尊 这个有很多替身给民众拍照 对啊 所以他们都以为是什么 这是本尊 对他们都以为是替身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在这个晚上 昨天晚上的一个时候呢 被眼尖的记者看到 北韩的一个官员 买了一大堆的一个麦当劳 到房间 吉小方还是麦当劳 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可以看得出来 北韩呢 对于西方的一个事务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好奇 而且呢 金正恩在这一次的一个业游当中呢 他对于新加坡的一个什么 整个的一个经济发展 还有他的干净 非常非常的一个赞赏 他觉得呢 他回去之后 北韩也要学习 新加坡这样子的一个什么 这样子来去全力发展经济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 金正恩呢 这一次不但有玩 而且呢 又有什么 拿到他想要的东西 参金会前NBA球星 小虫罗德曼 也来抢曝光 一手花脚 哽咽落泪 最后还激动到 语无人次 让连线主播只皱眉头 美国前NBA球星 小虫罗德曼 镜头前对好朋友 金正恩大表忠心 表示他访问北朝鲜 都是为了世界和平 回国却得面临 自家人的冷眼相待 我们老会在家 我会有很多死亡 我相信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回家 我还不可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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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天 罗德曼宣承 曾接到川普秘书的电话 表示川普为他感到骄傲 号称地表上 唯一能和美朝两国领导人 同时称雄道地的人 眼看期待已久的川金会登场 罗德曼当然也不能缺席 罗德曼爱北朝鲜出了名 他曾经五度拜访当地 还将川普的大作送给金正恩 2014年更参加金正恩的生日宴 大唱生日快乐歌 不过这份罕见友情 看在部分美国人眼里 却很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罗德曼已经变成 北朝鲜宣传的工具 虽然2017年就曾经传出 川普派罗德曼担任密使 促使平壤当局 释放美国大学生沃姆比尔 但他本人宣称访问北朝鲜 只是为了体育交流 有学者就分析川普和金正恩 都喜欢靠个人亲信来办事 而罗德曼不直接谈论政治的态度 又刚好是两位领导人的朋友 或许真有助于美朝交流 不过话说回来 罗德曼如果没有打篮球之后 现在化身成为外交使节 或者是外交人员 看起来还蛮称职的 如果他没有穿梭在 北朝鲜跟美国之间 大家应该都忘记他了 你有沒有觉得 Denis Roderman跟金正恩和川普 好像有那么一点 臭味相投的感觉 都很狂奥 Denis Roderman这次他很自豪 他说什么呢 第一个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落泪了 他落泪不是因为伤心 哭什么 他太开心了 对 他说你看 我的努力终于有效果了 为什么呢 你看他们终于见面了 我是地球上 地球上第一个 跟金正恩和川普 都可以当麻吉的人 他说的也不是夸张 这还是真的 而且他也自封 他说其实我是 美国驻北韩体育大使 因为我都不讲政治 我去看就真的跟金正恩是好朋友 大家就觉得说 他们两个是怎么接上线的 2013年的时候呢 Roderman 获邀去北韩体育交流 他带着哈林篮球队去平壤表演赛 当时呢 美国舆论一片大伐 他说奇怪 你没事 NBA 你是一个美国人 我们这个北朝鲜 天天大家都互相攻击 对不对 那你今天就这样直接带着我们的哈林篮球队 直接过去了 而且你是名人堂球星 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呢 那Roderman就说 他其实去第一次回到国内的时候呢 就常常接到了死亡威胁 国内人没有人支持他的活动 要是死这样子哦 对 甚至说Roderman你去死好了之类的 这种言论都出来了 就他说接受死亡威胁 当然他没有在怕的啦 对因为Dance Roderman也不是什么好惹的角色 后来呢 他又连续去了四次北韩 总共五度参访北韩 他有一次呢 2014年9月的时候 去的时候 他还说 我差一点就见到了金正恩的女儿 对 然后后来呢 他还又去的时候 又跟这个平壤的 就一跟金正恩 就当照片 一起看篮球赛 一起看大家打篮球 你知道其实北韩篮球的风气也很盛行 而且金正恩呢 真的也不是吃素的 你知道他的爸爸金正日 也很爱篮球 你记不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呢 美国国务卿当时是欧布莱恩 他去平壤的时候呢 结果那时候金正恩呢 就你知道带什么礼物给他 你知道吗 带给金正恩的礼物 是Michael Jordan的签名球 哎呦 哎呦 你就知道 他们对公牛队两度三年八的历史呢 可以说是如暑家 父子都很爱啦 对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金正恩年纪才多大 他知道这个的时候 他一定很兴奋嘛 对不对 后来能够跟Roderman签上线 交上朋友 当然更兴奋 那不论 是不是真的借着Roderman呢 去统战美国 这个我们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他们两个确实有建立一定的交情 之前五度去这个北韩呢 做这个交流呢 也不是这个乱说的 对不对 因为他真的都有做出来 好 那他就在想啦 你跟金正恩的交情很好 那你跟川普有什么交情 对不对 他们的交情也蛮深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Roderman在退休之后呢 他曾经参加过两次 川普当时最著名的实敬秀 叫做谁是接班人 对 有 对 去参加了 所以呢 你知道川普跟他呢 在实敬秀上呢 就建立交情 当时呢 他还不是美国总统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川普这个节目 最有名的台词是什么呢 You are fired 对不对 你被开除了 你被get out 对不对 那Roderman有没有成为接班人呢 当然没有 他也被fire了 他当然没有 他也被fire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文瑶 因为当时呢 有一题就问他说 请问一下 我是川普 我的老婆叫什么名字 他把川普老婆 这个名字呢 拼错了 对 就拼错 答错题的那一刹那的 川普就 那个著名的台词就出来 You are fired 才一个单字听错而已 对 然后就再见了 你知道 所以成为川普的接班人呢 其实很困难 对 但是呢 Roderman自己说 他说其实呢 他为什么觉得 金正恩跟川普 这一次的川金会 他在背后可以说是大工程 他自己觉得他是大工程 为什么 因为他提出两点 第一点 第一次要去北韩的时候呢 他有跟川普讲 他说川普 我要去看金正恩 川普就跟他讲说 Dennis 就是好事 Good job 赶快去 对 所以呢 川普呢 私底下 据Roderman的讲法呢 他是支持Roderman 做这样一个私底下交流的 然后再来 Roderman说 他第一次看到金正恩的时候呢 他送了金正恩一个礼物 叫做 就是川普的一本书 叫做交易的艺术 对 他直接送给他 所以呢 他说 金正恩从看完这本书之后呢 他对川普呢 就有了一些改观 他开始觉得说 我们应该走出去 跟美国积极的交流 所以说呢 可能 据Roderman的讲法 哦 因为这本书 所以呢 金正恩就开始想要跟美国接触 也才默默的 有这次川金会的一个成果 所以呢 Roderman觉得很骄傲 你看 我是全地球上 唯一能跟这两位 称兄道弟的狂人 对 当然他自己也蛮狂的 对 那Roderman这次虽然没有获邀 对不对 因为毕竟是两国之间 大国领袖的这个会面 对不对 那你说 我要特别邀请Roderman 好像也有点奇怪嘛 对不对 但是他自己说 我很感谢某一个公司 他赞助我 直接飞到新加坡去 所以我现在能够站在这个历史性的场合 对不对 看着我的兄弟 两位都是我兄弟 然后呢 让大家知道 其实呢 我对这个美朝交流呢 我其实是幕后的功臣 到时候呢 如果这个签功劳部的话 不要忘了我一份 到底为了什么 二十年的友情竟然翻脸 真的是吴宗宪跟徐怀玉 已经不往来了吗 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那么这次的降雨 的确在未来 这一个礼拜 这中间会有几天 雨是非常大的 那至于说会不会有这种自灾性的降雨 当然还是要看各地区 这一个排水设施 是不是有发这个有正常的功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先来看一看 整个天气系统的状况 地面图上面 我们看到这道封面系统 这个是明天晚上的地面图 今天这个封面 大概差不多 压在巴士海峡这里 所以主要云层发展 比较旺盛的 大概都是在巴士海峡 到菲律宾的北边这里 但是呢 明天晚上很明显 这个封面往北的方向 抬上来了 那受到封面的影响 明天下午开始 可能陆陆续续 就会有一些震雨的越往南边 碰到雨是比较大的机会 当然比较高 所以明天下午开始 大概只是封面上来 但是到了礼拜四的 晚上这个封面 不只在台湾上空 比较強的西南风 还会进来 变成了西南气流 再加上封面的影响 所以明天下午开始 雨是开始变多 真正雨是开始变大 出现豪大雨 机会更高的时间 大概就礼拜三的晚上 礼拜四的晚上 礼拜五 礼拜六 甚至到礼拜天这几天 那雨是是比较大 但是会不会有自災性的降雨 当然还是要看排水设施 还有各地区的水土 保持的工作 有没有做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卫星云土 今天因为封面的位置 比较南边 主要云层发展的位置 刚刚提到的 都是在南边的地方 那今天台湾就是在北边 这个比较没有干空气的地方 相对的天气比较不 天气比较稳定 明天云层发展的环境 有可能会挪到台湾 但是刚上来的时候 不可能在整个云层发展的状况 就直接挪到台湾这边来 刚上来的时候 整个结构还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等到礼拜四的晚上 再加上西南汽流 雨是还会再增强的 吴宗盛跟徐怀宇有20年的交情 但是不是也就是因为艺人嘛 炒新闻 炒负面新闻也会越炒越红 所以讲两个人翻脸 真的翻了吗 哎呦这个事情 县哥生气了 真的翻了 生气而且还是一怒未红颜 因为县哥前日在节目上讲说 跟你们大家讲了 我最近跟一个20年认识的好朋友的 这个女歌手 我跟她翻脸了 我跟她不来往了 那记者想 第一个 县所来 20年 第二个 女歌手 会是谁呢 打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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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徐怀宇吧 县哥跟徐怀宇 认识20年 真的是很好 很好的朋友 然后呢 这个县哥呢 在最近的这节目里面 都有徐怀宇当特别嘉宾 可是呢 很多人就发现 徐怀宇在他 因为他那个节目是游戏的嘛 徐怀宇每次 因为跟县哥太熟太好 因为县哥都常常讲说 徐怀宇这个女生 都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只有我 我吴宗盛可以跟他沟通 了解他 说这个外星人的话我听得懂 这样子 那两个很好啊 可是在节目里面呢 人家眼睛就发现说 节目里面徐怀宇一直咄咄逼人 一直叫吴宗盛说 你错了 你输了这样 徐怀宇你把帮帮忙 人家吴宗盛是主持人 你们两个再好的朋友 也不太适合 你留点面子给人家嘛 那没关系 也许他们交情真的很好 吴宗盛也无所谓 但是呢 这两天吴宗盛讲了 那个女明星 他们有讲那个女革新是谁 但是呢 记者很聪明想说 是不是徐怀宇 先和讲说 你们不用再猜啦 不一定是徐怀宇啦 但是呢 这个 不然你就叫他打电话 给我看看啦 因为我已经全面封锁他了 就是他啦 我已经全面封锁 这个女艺人了 那不然你就学好一打打打看 看电话通不通嘛 就知道是不是他了嘛 然后先和再补一枪 讲说 这个女生 我们用这个手机软体通讯 可是呢 他在软体里面 写的话 重重的伤了我的自尊心 伤了自尊心 我很严重 是说我也很好奇 憲哥你到底在里面 给他讲什么 讲到让两人反目成仇 他会伤你的自尊心 憲哥讲说呢 这个女生太过分了 伤害我的自尊心 我知道他有在酒店上过班 你要去酒店上班的时候呢 你也应该把尊严摆在家里面 那才出来上班嘛 对不对 人跟人之一相处呢 一定要互相配合 不是全世界应该配合你这个女生嘛 这样很奇怪 所以徐怀玉还没进演艺圈之前 在酒店上班 我们没有讲是他 是憲哥讲这个女艺人 曾经在酒店上过班 这样子 那不管怎么说嘛 那记者就讲说 哇 憲哥话都讲得这么严重了 哇 酒店上班 这事情都讲出来 这白目的女艺人 到底是谁呢 这白目 真的是有够白目 谁不好欺负 你今天弄到憲哥 气你气得要死 干嘛 封杀你干嘛呢 对不对 对你的好处都没有 可是呢 也很妙 前日徐怀玉也在接受保温讲说 他不会再上憲哥的节目了 就是他啦 那我 憲哥没有讲嘛 我们大家都猜说是不是就是他吧 所以徐怀玉最近的这个事情 又被拿出来讲 大家想说 徐怀玉啊 你是怎么回事 这么漂亮 条件这么好 那也这么红 为什么老是是非很多 是不是人红是非就多呢 经济约啦 对 好像每次跟徐怀玉在一起的新闻都没好事 对 那讲起来就讲说 他签的第二个唱片公司 那时候签的时候呢 帮他安排到大陆去商演 那商演的时候 徐怀玉那天呢就带着助理去了 去的时候没想到呢 是在一个夜总会里面商演 就演出唱歌 可是唱完之后下来一看 竟然他的唱片公司 要他去跟那个 那个夜总会里面的那些 阿弥际 金主 大哥 金主 在那边喝酒 那徐怀玉想说 我又不是陪酒的 我来是演出 我为什么要下来坐台呢 所以徐怀玉就不干 不干这带着助理呢 就要开车子离开 没想到去的时候一看 车子四个轮拍 全部被刺破 逃都逃不了怎么办 赶快啊 带着助理连缘带滚带爬的 赶快离开现场 火速离开现场 躲个小旅馆躲起来 第二天连忙飞回台北 当然这个事情 他要跟金融公司沟通讲说 你们怎么可以 排这种通告 让我上这种所谓的商业 那到底是商业 还是什么东西啊 那唱片公司讲说 没有 误会误会误会 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我们会再安排 好好安排 好了 第二次又来了 徐怀玉又去了一看 还是叫他跟那些人 一起喝酒陪酒嘛 所以徐怀玉就躲起来了 回到台湾之后就躲起来了 再也不跟唱片公司联络了 人间蒸发了 那他的理由是说 他的脊椎骨 就是脖子 就是脊椎这块 要动一点手术这样 心理不舒服了 然后从此再人间蒸发 那唱片公司大家很生气 你跟我是有合约的嘛 我跟你拍了这么多通告 你说不见就不见 我们这个签约违约的话 是我要赔钱给人家的 所以唱片公司就跟他打官司 所以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看不到徐怀玉 不见了 就想他到底去哪里了 好 这个事情还在官司打的当中 他因为透过广播人 林可认识了第二个经纪公司 叫龙衍 龙衍的负责人是周燕彤小姐 那周燕彤跟他那时候想说 哇 你这个徐怀玉 怎么会搞到官司缠身 那正好周燕彤那时候另外一个合伙人 自己开了律师楼 所以两个就一起帮徐怀玉 把前面的合约解决完了以后 那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因为我帮你解决了合约 没有想到许二位讲说好好好 好到后来又不见了 那周燕彤就很紧张 想说怎么回事 我帮你签了三千万的大陆商业 你要去演出啊 对 你是白纸黑字啊 那你之前都跟我说好好好 都没有问题对不对 那怎么会又不见了呢 那当然这个合约即将到期 你很显然就是违约了 他只好去承认信函 那徐怀玉这边的说法是说 他认为周燕彤接的那些商演的主办单位 都是空投公司 所以都是假的 不会付贤的 对 你搞不好 是不是你要叫我干嘛干嘛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 你看 而且我跟你合作这几个月来 你根本没有帮我赚到钱 我还得到你这个合伙人的律师楼 去打工上班 这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两个大打官司 打到后来徐怀玉输了 被判赔两百万 那总而言之 这个在这个经济的部分 这个弄得乱七八糟的 然后呢 在工作方面 大家也觉得说 他是有大头症 是这样子 因为他那个时候曾经拍过 友台的一部八点党叫 鱼美人 那鱼美人意思就是 我在水里面嘛 我是鱼嘛 那当然要跳水嘛 要跳水 结果那天出外景的时候呢 导演坐在岸边就讲说 来来来 这场跳水戏 戏服的准备好 来来 五四三二 跳 诶 徐怀玉不动 在岸边不动 当然讲说 诶 跳啊 你怎么不跳呢 没准备好吗 好 那再来一次 来再一次 五四三二 还是不动 你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敢跳 是不敢跳 徐怀玉才想说 不是 你那刚好大姨妈来了 不好 不方便啦 你就早讲嘛 你不能说到了现场这样子 然后也不说 也不什么的 就好 只好弄得大家叫鸡杯狗跳 只好就解散了 那天怎么办呢 所以徐怀玉 我觉得他的个性是 他都在自己的思考逻辑里面 他也没有恶意 但是他就是常常自己 他是个外星人 很跳痛啦 对 他是个外星人 那外星人很难跟地球人沟通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地球人嘛 我们社会的潜规则 他不太懂啦 对对 那可是呢 这徐怀玉除了工作方面之外 他在私领域部分 其实也曾经吵过 非常大的新闻 就是他的爷爷 那时候在之前 那时候曾经出来 开记者会 哭诉 说徐怀玉 这个孙女太不孝顺了 怎样 都不来养我 气养我 对啊 那徐怀玉就很难过 从此呢 大家才知道说 哦 原来你从小到大 有这么多的多灾多难的事情 因为徐怀玉 他那时候因为爷爷的事情 他才讲说 大家真的不知道 小的时候 其实我几乎等于是单亲家庭 妈妈带着我跟弟弟 还妹妹这样一起 可是呢 爷爷那时候呢 是重男轻女 他对妈妈 不但 对我们这些小孩 女生 不但拳打脚踢 也是对妈妈 诸多不满 他这样讲 然后呢 那时候因为家里 没有很多的钱嘛 所以呢 他就逼着徐怀玉的爸爸 去卖毒 那徐怀玉爸爸当然不肯 这铤而走险的事情怎么办呢 据说那时候逼到 爸爸跳楼自杀 所以徐怀玉那时候也弄到 徐怀玉的爷爷也是弄到 后来徐怀玉的爸爸妈妈 因此这样离婚 那离了婚之后 因为妈妈也是二嫁嘛 所以那时候呢 徐怀玉跟着弟弟妹妹两个 徐怀玉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出去打工赚钱 那有一天呢 在家里阳台上面晒衣服 晒衣服晒衣服就忍不住 就拿出去放很大声 在唱李懿怜的歌 唱唱唱很大声 正好被他们家对面一个音乐人 唱片公司的音乐人听到了 奇怪 我也常常在阳台上晒衣服唱歌 都没有被发现 没看到了 然后就觉得说 哇徐怀玉你歌唱得好好 然后再一看 窗户打开一看 是一个很可愛很可愛的 男孩在乔衣服 好啦好啦 就把他去拜访他 然后就把徐怀玉 介绍他身份的第一家唱片公司 结果呢 在那边培训之后 开始一出 果然 哇一炮而红 大家记得他唱的 我是女生 红 怪兽 红 到现在对不对 而且我是女生不但红 红到对岸去 对岸去还改编了 红了一二十年 对啊 我是女生变成我是小三 这样子 真的真的 这在网路上都查得到 对岸流行小三 对 所以呢这首歌非常非常的红 那红的结果呢 可是徐怀玉有就 那因为你一红嘛 你帮助家里面嘛 然后呢 跟妈妈感情很好 可是没有想到那个时候呢 爷爷就跳出来了 就讲说 你都不认气养我 徐怀就一边 开记者会 一边哭的讲说 小时候 对不对 我刚刚讲那些过程 小时候我是被爷爷拳打脚踢的 不给吃饭什么样 就是虐待我 我们是 我跟妈妈这样 这样子都这样熬过来的 那你现在这样突然要 我们来认养你 情何以堪 是啦 怎么办嘛 我怎么 我一看到你 我都怕都怕死了 对 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怎么认养你嘛 对 那当然这个事情 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徐怀玉有这么悲惨的 这个童年 跟遭遇 那讲到这个事业方面 大家也想说 徐怀玉也老大不小了 那也怎样感情方面 也都没有什么结果 其实呢 徐怀玉呢 在十几岁的时候 跟罗志祥曾经谈过恋爱 小猪哦 对 因为他的第一段 这个绯闻 罗志祥那时候才十八岁 徐怀玉那时候也很小 就刚出道嘛 两个一起在同一个 音乐老师那边 一起学唱歌 那罗志祥呢 就在楼下 先练完在楼下 买个欧米酸 等他一起下来 然后一起吃个欧米酸 再解散 那当然那时候年纪太小了 然后各自也忙碌 所以就没有了 后来呢 在二零零一年的时候 徐怀玉那时候 因为唱片公司也缩编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 出唱片的机会 就开始拍戏 那那个时候呢 他就在拍Mr.Right的时候 跟张孝全也曾经拍拖过 张孝全现在好红哦 不得了耶 对不对 那彼此还互相探班 都被记者看到 可是呢 因为张孝全那时候 喜欢到POP里面去 跟朋友拉拉 反正就是聊天男生嘛 那徐怀玉就觉得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因为徐怀玉比张孝全还大 张五岁 他想说你能不能好好地在家里面 我们可以看看电视啊 聊聊天 可是张孝全觉得说 我喜欢到外面POP 跟朋友聊天啊 那他的朋友呢 就三才两两了 就跟张孝全讲说 哎呦 拜托 他怎么像你妈一样 他怎么像你妈一样 那边每个小小的念 小小的念 很烦的耶 那张孝全就讲给徐怀玉听啊 徐怀玉就觉得说 那我们就算了 很显然不适合 好啦 他也曾经跟吴大威 他怎么都跟帅哥 吴大威也曾经趴脱过 可是练情很短 因为吴大威讲说 他跟徐怀玉两个 不是很储的来 好像各忙各的 但是徐怀玉没有承认 但后来陆陆续续续 几段恋情之后 到现在徐怀玉呢 没有正式的 好像扶上台面 说我一个伴侣 我一个配偶这样 可是呢 在前几年呢 徐怀玉被拍到说 他带一个小女生 就接送他下课 还手牵手 那个小女生还叫徐怀玉 叫什么 妈妈 哎呦 哎 继续一拍就说 是不是徐怀玉 偷偷生小孩去了 这几年不在的时间 但是徐怀玉对外讲说 没有啦 没有啦 他是我甘女儿啦 那甘女儿叫妈妈 也是合理嘛 那不管怎么说 徐怀玉呢 真的是现在 有这么好的机会 重新出发 真的他真应该 讲一些地球人 听得懂的话啦 今年香蕉盛产 价格非常的惨 那这个盘山很好心 说愿意呢 比一般收购的价格更高 来跟交农买香蕉 买来之后 结果被打 请问他为什么被打 是党人财路 还是破换了潜规则 其实我们每次在看 每一年的戏码 同样一直在演 今年是香蕉 凤梨 去年是葱 高丽菜 对 我跟你讲 有果农 有菜农 对不对 当然就是有果虫 有菜虫 对 那基本上地检署 他会不知道吗 都知道 都知道 对 但是他们怎么都没有办法去办 动不了 你看 这几年来只有可能办过一件两件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果农 这些菜农 都是老一辈的 都是几乎老一辈的 可能六十几岁 七十几岁 对不对 然后再自家种 但是唯一他们的资讯是缺乏的 不管是农委会有多少的福利照顾他们 他们都不知道 因为怎么样 封锁掉了 就昨天这个新闻来看 依我个人的观点 你看嘛 我们整个旗山的香蕉 我们大家一次几个盘商讲好了 就是每公斤五块 每公斤五块收购 对不对 那你今天忽然间说 我要照顾这个焦农 我愿意出十块 多五块 不错 对啊 我来照顾这个焦农 多五块 你这样看 大家也说 祝你感谢 祝你做人很好 你真照顾这些焦农 但是呢 其他的盘商怎么办 你资金可能雄厚 我资金可能不雄厚 但是你这样破坏行规 对不对 当然找你 找你以后 你说他被贬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新闻说 他在白板上 写人要讲诚实话 什么意思 为什么 为什么其他盘商说 人要讲诚实话 以我的观点就是说 好 我现在把你整个 我多五块钱 把这个香蕉 我全部收购 但是我收购 绝对不是黄的 不是马上可以吃的 我一定是绿的 对不对 那我收购以后 我整批吃下来 我放着 我放在冷冻庫里面 对 我放在冷冻庫嘛 好 那么现在整个 我齐山我不要多 我给他收购一半就好了 另外一半我释放出去 好 现在香蕉再叠叠叠叠叠叠叠 我现在库存有一大堆 现在市面上 等到市面上都没有的时候 换我拿出来了 我这个时候 我批出去的 可能就不是10块了 就去够了 我可能15块了 那你15块 你这个盘商要买吗 要买啊 对不对 中间差几多少 5块 变成说盘商来跟这个大量买的盘商 买香蕉 对哦 是不是 你大盘商嘛 你大盘商一定有中盘商来给你买 中盘商就要放到市面上小盘商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有时候我在讲 不是只有兄弟在垄断而已 很多大盘商 他如果资金有高 他也很爱做这个垄断的工作 所以我不知道经常 每一年事情都是这样 所以是盘商跟盘商之间 彼此在较劲 彼此在销价或者是赚钱 对啊 所以大家都说 藏这个盘商 很好心 佛心来了 对 属于是上的 知道不知道 背后这个我们看不到 我当然我弱者 我去弱者 人怎么样 相信弱者 人的心理思考一定我相信弱者 所以其实价格这么乱 有很多时候 其实并不是政府不管 是我们自己所谓的经销商 自己在乱自己 所以我跟你讲农委会 农委会最近看到这个交农或者果农这么凄惨 我跟你讲他收购价五元 你只要把香蕉拿到我农委会的各个据点 我五元给你收购嘛 你现在卖是可能卖两元嘛 卖三元嘛 那政府五元跟你收购 但是请问一下 你这个通路谁知道啊 我跟你说都老大人嘛 都老大人家的不少年 他不是说年轻人来务农 年轻人回家务农 他靠着是网路嘛 他有网路资讯嘛 是 人家都是有一定的学历嘛 等于这些老大人呢 没人知道啊 可能是可能这些老大人啊 对吗 我大盤上 我敢不跟你说 阿伯阿伯 现在政府要给你帮助哦 你收收的 台义务政府的农委会的通路 五 一公斤五元给你收购 小的 黑兜这些大盘商 自己就要来收购了 我两元给你收购 我拿来买农委会 我还购三元 农哥 但问题是农委会真的没法介入吗 我跟你讲啦 不是没有办法介入啦 是破例有够吗 是不敢动手啦 对啦 我常常讲历任的政府 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 这种东西是存在已久的东西 自过在以来就有了 为什么破例不够 对啊 我们说一下这样 你要怎么去动它啦 对吗 你动它没关系啊 我整个都给你停掉 我就不可以跟你出去啊 我给你放在那边啊 结果要追购没追购 对啊 比较没多消就对了 我只要说一个例子哦 以前哦 三重果菜市场是在农门路 农门路那都是果菜市场批发哦 我们说是四贵就好了 他哦 去跟台东或者是花莲哦 这些西瓜农就说 你这块地 我给你弃作 对吗 伯父啊 去年三公斤 一公斤三块 我今年四块给你买 不错 去够一块嘛 这些老大都不可以借 够一块好啊 对啊 你不能买白人哦 你这区就是都我的 这区都公好啊 都公好啊 下廚也签好啊 你不能买白人哦 我收购 我收购的时候 回到农门路的时候 来 农门路 以前就有一个农门帮 这个农门帮就掌控整个国菜市场 黑帮 对 整个国菜市场 他现在四块买了 对吗 他现在四块买 他现在买了 大盘商说 来 我这儿 西瓜 有几栋 放在你这儿整个 整个通路 一公斤 我四块买嘛 我一公斤 不要多 我买你八块 我一公斤贪四块 对吗 真好贪耶 贪一圈耶 你看一栋 多少栋 对吗 你现在买了 你没买又不可以了 没买你没水 还有人买了 对 我又规定你们 大家买的 八块买的对吗 要十二块你们才可以买 你们不可以那样 就是保持整个龙门路 整个西瓜 不能消下竞争 不能消下 你要十二块 全部掌控 你十二块买 他现在贪四块 他现在规定你十二块买 不好意思 你们一人买一公斤 我要抽一块 会穿截肥 对吗 穿截肥我们说保护肥 是啊 对啊 所以说你都多少 你像说三星葱就好了 三星葱你如果做风胎落大后 整个都 两三八都落 对啊 有三八啊 你知道那时候 兄弟唱得怎么样吗 唱得 我说你买给别人就没关系啦 你买我 你车都不要开出大通商 你就不要来吃咖啡 对 你三星葱 我用你三星葱 我就把你漏的主要把你葬起来 不要给你穿戏 兄弟就不要给你穿戏 你要买我吗 你贴面那是你的事啦 是 你要买我 我比较大 对啊 不然你是要怎么 就像我说宜蘭南山嘛 南山在做高雷菜也是这样啊 对吗 所以说可能是柯田这样 这些果农 这些菜农 再来的 鱼 鱼要保存 对吗 你走在这个门头 我走你整个 我兄弟整个都给你吃起来 来 你当时 当时 一两三四五 好这五只 我整个都给你包裁 你们出海 你们所有的鱼获 我都给你吃起来 你出去的时候 鱼获比较 二十万的鱼获 对吗 好 不快 我二五万给你买 我二五万给你买的时候 到家的时候 到鱼饭的时候 我又 天下来 这次 我二五万换嘛 这些时候 来 我三十万换就好了 哎 你看 会好哦 躺五万而已哦 其实他要躺什么 你们出去哦 身材才要 公开再等一会 好 大陆纯啊 变成了 没剩啥 香菇啊 真香菇啊 招书就对了 招书啊 还好贪 对 还好贪 现在招书 招书更厉害你知道吗 照你的节目 跟这些政政单位 海岸署说一下 对吗 现在招书来 招书到哪里 基隆宇 你知道吗 基隆宇是没有驻军 没有白身 你就是用一个浮标 防水大型 弄下去就好了 好 弄下去要怎么收 因为 撬海关哦 你如果叫它 像我们立下进海关的检查嘛 对啊 对吧 对 我们现在基隆宇都有观光游艇哦 对吗 用贵宫游艇来拉 对 观光游艇现在是不是在去了 再去基隆宇了对吗 在基隆宇的时候 观光客去去参观了嘛 来 船拿到旁边的人 就开始撬起来 因为你回到闭沙游港的时候 你回到闭沙游港的时候 观光客是没在检查的啦 游艇是没在检查的啦 所以说这是不是 他隔一个走私的方式 所以我跟你说 目前 走私的 这条最夯了 我在想 如果香蕉真的带皮煮完之后 那个味道什么味道 因为你擦的香蕉啊 水煮完后 应该是还有那个擦擦的味道 那如果说问蒜头倒油 不会好吃吧 真的 最近香蕉的议题 大家都觉得 香蕉到底能不能入菜 有没有 对不对 行政院赖清德 我们这个赖神 就在脸书上写了一个食谱 这食谱都告诉你 香蕉 生香蕉 连皮带水煮 煮熟了以后 你再 这个把它拿来 没有香蕉的味道了 说很好吃 对不对 但是老实讲 有人实测了 实际去测试 发现这个院长 你可能真的 没有吃过 这个样子的料 而且香蕉皮是苦的 对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有人 就这样实验实测 刚刚我们在报道里有看 生香蕉煮 煮完了以后 你知道煮个五分钟 你现在看到的 这种绿绿的生香蕉 它就会变成黄色或黑色 你感觉起来要起锅了 有没有 你起锅 结果你知道吗 你根本剝不开 你必须用刀去切 它不是那么好剝的 那你剝开以后 其实里面它还是硬 因为生香蕉是很硬的 所以据实测的人 这个苹果日报记者 就说什么 它说吃起来很像是菱角 你有没有吃过菱角 菱角 那把壳剝开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 菱角还蛮香的 但是你要剝壳 好像不太好剝 再加上说 它那个里面呢 其实也是硬硬的 就是吃起来 就是色色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太像是说 今天这个赖院长所公布的 这个脸书的食谱说 好像很好吃 但是呢 我们这个发言人 徐国勇有出来 帮院长还家 徐国勇说 这个是一位 黃姓女士所提供的食谱 你们现在这样煮 当然不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少了一道程序 少什么 你煮完了之后 你忘了把它摆到 电锅里要蒸熟 蒸熟 蒸熟之后你再去皮 这样就可以吃了 会更软 但是老实说 今天很多人试过 那大家也都觉得 这真的能吃吗 吃的人也觉得说 院长好像没有那么好吃 大家知道院长可能是好意 对不对 告诉大家香蕉 其实有很多吃法 但是呢 不好意思院长 你可能真的没有吃过 因为不太好吃 但是呢 我这边要提供给大家 香蕉到底能不能入菜 可以的 你知道吗 因为呢 当然有香蕉摊贩说 很多东南亚的移工 都直接跟我们买生香蕉 就是买这种绿绿的啊 连皮吃吗 但是呢 因为香蕉的摊贩们 不知道 因为我们平常都生吃嘛 他们不知道说 你买这种绿绿的香蕉 你回去干嘛 对不对 他们就比较便宜 卖给他们 但是其实呢 这边要提供给大家 做参考就是 我实际去过东南亚采访 其实在东南亚 你常去东南亚玩的人 你会发现香蕉料理 在东南亚满地都是 到处就炸香蕉啊 你知道 有咸的也有甜的 你知道我第一次吃炸香蕉 最主要是拿来炸 你知道吗 我们刚刚这个食谱都没有炸 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印尼的吃法怎么样 你知道 印尼比较偏甜 他们其实不论是印尼也好 中南美洲也好 他们都有所谓的炸香蕉这样的料理 第一个你是把面糊调好 第二个 请记得先去皮 对嘛 那皮怎么吃呢 因为没有人会吃皮 是嘛 你先去皮 然后切片之后呢 裹上一层面糊之后 你就丢到油锅里去炸 那个好吃 非常好吃 加一点炼奶更好吃 再加点炼奶 这是一种吃法 另外一种吃法 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 南马来西亚的一带 柔佛州呢 所以这个地方的香蕉卷是吃咸的 你知道为什么吃咸的 它就真的沾酱油跟大蒜 他们的吃法 你知道吗 它一样把你摆到面糊里面去炸 然后炸完了以后呢 它不淋煉奶也不淋什么 它就直接把酱油跟大蒜淋上去 好像 感觉也不错啊 你就很像在吃什么你知道吗 很像在吃荷包蛋 外面煎上去那一层 其实也很好吃 还不错喔 这两道我都吃过 其实是真的很好吃 而且如果你今天去东南亚的话 到泰国呢 他们还告诉你 我们还有一道叫炸香蕉卷 为什么 它也是甜食 你如果去曼谷旁边摊饭这样一排 对 它也是用炸的 一定要剥皮 那个基本上是曼谷必吃的香蕉料理 你知道叫香蕉卷 所以其实香蕉不是不能煮熟吃 也不是不能这样吃 只是呢 院长可能没有下厨 要讲清楚一点 对 这个食谱上 可能要稍微清楚一点 你看这么多的香蕉要怎么办 对不对 那当然农粮署呢 农委会最近有启动 就是怎么样 就是开始收购刺激品这样的一个作用嘛 就希望能够把这个香蕉的价格 把它回升到某个数字 那对我们的焦农的生计呢 渴望呢 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 因为下大雨 让沙石车轮车分解 欢迎收起无奇无奇不有 来看一段惊险画面 一部沙石车行经浊水西北岸明竹大桥附近路段时 因产业道路路基遭溪水掏空 沙石车没发现就开过去 车轮就突然陷入凹下的坑洞 两个前轮和车身竟然分离开 车身往前翻覆 这可让驾驶吓坏了 经送医以后 信号并无大碍 这也让人怀疑是否工程师做草率 才导致意外发生 再来看到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 日前突然降下一场暴雨 来得又急又猛 造成严重洪水 滚滚急流涌满街道 车子只能随波逐流 几乎灭顶 许多人只能选择汽车逃生 甚至趴在车壳上等待救援 索性后来并未持续降雨 让灾情不致扩大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